今天是201月23日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6点29分 今天早上五点多钟的时候 肚子痛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天上一个青蛙 躺在一圈的那个倒手上面 躺在一圈的倒手上面 天上一个青蛙 Barbie躺在一圈的倒手上面 倒手就压在这个肚子这边 倒手压在这个肚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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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在肚子上面 稻草压在肚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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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稻草在海上飘在空中 下面是海 下面是海 现在我看到那个稻草随着烘了 慢慢慢慢慢慢 撤离海滩了 就不在海上了 撤离海滩了 撤离海滩了 然后就是 越来越地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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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越越看 就 就 到了地上了 慢慢慢慢从天上 慢慢慢慢到了地上了 到了地上了 原来那个稻草压在我肚子上面 压在肚子上面就像盖了一条被子似的 就像盖了一条被子似的 就比较难过 所以我这个冬天到现在为止 穿的那个盖的被子还是夏天的被子 还是夏天的被子 原来是那个一团稻草 再加个青蛙 在这边 现在终于把那个稻草和青蛙清理走了 原来一直要在我肚子上面 终于把它清理走了 清理整理以后就没那么乱糊了 没那么乱糊了 所以今天早上那个五月肚子上的时候 是肚子凉的 我阴影也感觉好像是凉了 阴影也是感觉肚子凉了 原来青蛙和下面的一团稻草 终于离开了 一团稻草是甲章的飞碟 就是那个青蛙 原来一直压在我这里 反正就是心影不离的 心影不离的 终于压在我肚子上面 压在肚子上面 压在肚子上 无意当中 我说肚子鼓得很 无意当中 我知道了 因为压在我肚子上面 我有一股力量要对外挺 所以我肚子一直鼓起来 肚子鼓起来 起来怪来 我这肚子一直鼓起来 现在可能这边腹肌紧张的 所以慢慢慢慢也会笑下去 然后呢 经过昨天 终于终于不压在这里离开了 那个稻草 稻草的 稻草住的那个飞碟 直接就一座稻草 甲章是飞碟 然后躺在上面 那个甲章的飞碟和稻草一起离开了 一起离开了 那我知道了 终于了了一件大事情 同时我也知道了 今天晚上开始要不盖这个柜子了 我为什么不要盖后柜子呢 因为我总觉得盖在身上重 本身已经重了 压了这个东西 所以再盖柜子的话 我嫌重 今年就特别感谢嫌重 我记得七年还是盖两个柜子的 今年就是两个柜子盖了嫌重 现在我知道了 终于离开了 经过这么多努力 应该离开了 要靠它逐渐 自己成长了 靠它自己成长 不能在生活在西方的环境当中 好 再见